vie re 你 大门戛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看 王牌大明西一天 张克凡 晋升创作人 今天要来向黄顾仁请教请教咯 我就写了一首歌 诶 老师你听听看那个副歌 好 杨家匠 杨家匠的故事 挥马一枪英雄泪滴 枪发载尊也低不过人心 这要卖给咱们 然后 然后献哥听完以后 我的评语 我一直在等献哥的评语 你的评语 他说 克凡 你写这个歌 干我屁事 为什么不写一些沙茶酱 沙茶酱好像也不赖 别再开玩笑了 现在应该都给张克凡鼓励 你们竟然 竟然还唱歌曲叫他 陪你到日中 把你看清楚 三颗白空了 我你看来随得好无辜 在你的眼睛做出最过的爱歌 这首歌是不是你的心情 是不是你不要对 你叫他不要对他说一样的话 最后一句 那个歌词真的是打动我的心了 这个最后一句吗 声音哽咽 你唱的是不要跟他说 我们脑海想的是不要跟他睡 这么做什么呀 我这么帮你讲话 你竟然满脑子装这些脏东西呀 这一点黄国人老师就比你理智了 他把对感情上的政策 都诅咒在他的创作上了 这首歌其实对象当初是写给主的 那这首歌其实当年是 钟正他阿逼的主导 阿逼 很久不见的阿逼 对啊 这个是 他就唱了我这首歌以后 从此就破产 真的 这跟我五分钟 这个歌有巨大的能源 唱到人家破产 唱到吐 其实我现在头有点晕 我只是 大家好 我是吴中心 我是吴中心 哎呀 厉害了 那么晚上呢 又可以在这里 跟我们观众朋友见面了 心情真是好 而且后面就来了两位 应该怎么来形容他们的这两位 我今天也是觉得说 为什么是这两位一起 不知道他们心里面 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对对对 他们可能是新的荧幕情侣 因为今天是叫做创作才子篇嘛 是是 两个人啊 他们共同的这个特色 平安享财气都不错 然后呢 他们也慢慢随着 这个时代的变迁 以及在艺能界走偶像路线 之不容易 慢慢转到血腥 不是 有不一样的发展 对啊 两位都来了是吧 是的 先欢迎第一位 张克凡 哎呦 天啊 嗨 偶像 金飞喜饼 爱 用尽一生的爱 岁月的风 抚平 成长的痛 经过几番 悲欢 离合之后 究竟有多少的人 能够看透 有多少往事 不肯挥手 世界的中 翘鲜月的梦 人生一场 喜怒 爱乐 叫错 究竟有多少感动 可以保留 有多少朋友 配到最后 这世界纷纷描描 来去匆匆 从来不会为谁停留 一身中虚虚秘密 转眼成空 一旦错过不能从头 用尽一生的爱只为了 换来释放后的自由 我爱过苦过痛过笑过 这一生就已足够 用尽一生的爱别在乎 是否能够天长地久 无悔无怨无忧 这一生又有何求 用尽一生的爱只为了 换来释放后的自由 我爱过苦过痛过笑过 这一生就已足够 尽一生的爱不在乎 是否能够天长地久 我无悔无怨无怨无忧 这一生又有何求 我无悔无怨无憾无忧 这一生又有何求 这一生又有何求 憲哥 我们第一帮你合了一下 小弟 何德何能啊 开玩笑 刚刚你们开场前有讲到 是是是 说这个偶像很难做 对不对 转变邪心 憲哥您可是第一人嘛 你好好做歌手不做 对不对 你看这是歌手混不下去 对 现在当歌手真难转 对不对 那个时候混不下去的时候 唱片市场还蛮景气的 那个时候 是吗 他当这个歌唱得好不好 您就说一样 我不习惯 对 因为张克凡突然间 那么深情 我就觉得 这可能跟最近 他的这个状态有关系 诶 这么说 刚跟那个正马分手 都知道啊 好舍不得啊 对啊 这一辈子可能再也没有办法 教到这么正的啦 这么正啊 所以今天唱起这个歌来 特别的有感觉 想念她啦 我也想念她 因为那个女孩子我也认识 对啊 我们是认识的朋友 怎么会搞到分手 你是 是不是现场是抓到的 对 不是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演艺人员嘛 是是 工作不稳定 会比较多情一点 不是 不是啊 是收入比较不稳定 是这个因素吗 是这个因素啊 那你会介绍给我 我稳定吗 有什么状态 你就不不讲一声嘛 就打抖憲哥嘛 没有 我会转电话去啦 我是觉得像是这样的嘛 你还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Oh my god 对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不要耽误我家 好伟大喔 我想你把电话给我 我跟他讲一下 憲哥跟他这样的啊 小马也是这么说啊 对 对 对 所以主要是要安慰你一下啦 好 过去就让他过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写一些情歌 好有feel喔 对对对对 你有为他写歌吗 有有过去两年 我一首歌都没有写 我跟你讲 男生都这样 但是失去以后 才会帮别人写 才会纪念人家 对 那一句话就是这样的 对 什么叫做幸福 幸福 它是什么东西呢 握在手中 你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当你把它放开的时候 你就知道什么是幸福了 嗯 最难过最痛心就是啊 这个时候很可能跟别的男生 跌在小统一牛排 对 就你住的那个地方 你应该不会到这么近的餐厅吃饭吧 没关系你先离开 我后面还有人 你说不差你 你赶快我去抓一下 他有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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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大概在旁边等了 你是不是我唱完以后 后面还有人敢唱吗 我不知道是谁 我知道他姓黄 今天找他来 就是要来给你的 他感情非常顺利 诶 不值得 等一下唱完之后 他女朋友还来接他下位 掌声欢迎黄瞻 关你 是 欢迎来欢迎黄国伦老师来哟 不要对他说 现在清晨时分走出你家的巷口 看着昨天擦肩而过 为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 当我失去你那眼中美丽的温柔 当你决定就此放手 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 剩下些什么 除了沉默 陪你到日处把你看清楚 空了空了 和你看来随着毫无辜 让你二天清晴说出最过的要求 不要对话说出一样 请专心 天里会害怕 别说你昨晚都会跟他的电话 别说你只喜欢他送的玫瑰花 因为这些是我仅有残留的梦 哎呦 不要对他说一样的话语 不要对他说你总是爱得太忧郁 别说你最渴望回到每个命运 我也忍受折磨 独自去拥有 曾经的温柔 不要对他说 不要对他说 好啊 哎呦 今天这个歌真正拍名下得太对了 你怎么会看到感动呢 怎么当中突然那天唱到吐嘴啊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好吵 他一直在讲 因为我刚才唱到副歌很投入的时候 我听到喂 我刚才唱到副歌很投入的时候 没有 刚好你看 你感情那么顺遂 人家现在正好正在离开旧爱 那个痛 对不对 你我都有过嘛 对啊 我刚才一下歌一唱我就觉得说 这首歌是不是你的心情 是不是你不要对 你叫他不要对他说一样的话 最后一句 那个歌词真的是打动我的心了 这有最后一句吗 声音哽咽 你唱的是不要跟他说 对 然后还想的是不要跟他睡 太疏俗了 你就不要跟他做 对不对 朋友 朋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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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受多久对这个 对不对 就是叫笑笑就好了 对不对 他今天一整天都在忍受 直到电风枪关掉 现在好多啊 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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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有点感冒 那个地方还蛮凉 为什么要开电风枪 哈哈哈 你是多行的 人家那个风景要把它吹出来啊 你会不会 对啊 要不然每次那风景放 我都会提醒他是不是火灾了 哈哈哈哈 很思议啦 两位唱的都是用感情世界的经验来写歌的人 不敢这样说 你的歌太感动了 你看那个我愿意啊什么一首歌就已经不得了了 哦哦哦哦哦 课堂其实也写很多歌 诶 课堂有吗 你有写歌吗 我 我有写歌 但是因为我只有卖过一首 我只在乎你就是他写的 诶 诶 是我卖那一首啊 憲哥 对对 其实是无敌铁金刚 没关系 而且最红的那个 那几个大部分唱的台课 我只在乎你是你写的 我只在乎你 何润东的版本是我写的 对对对 那就差很多 有新的一首我只在乎你 有新的吗 对对对 你只卖过一首 只卖过一首我只在乎你 啊你还不转行 你还在那里 哈哈哈哈 不是啊 这就是我的故事 为什么没有 你为什么只卖一首啊 嗯 说 诶 我其实是后来才学 学那个写慈琪 慈琪 慈琪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慈琪啊 慈琪 所以你这个歌打了吗 打过了 所以今天找他们两个来 也怪怪的 对不对 一个是写了一首歌 一个已经写快一千首了 哇 等一下 我写很多首只是卖一首 哦哦哦 我开始写歌的时候 唱片市场就不景气了 那老师呢 总共卖过几首歌你 差不多三百首左右吧 诶 上台首里面的这首 也不太以上吧 其实也没那么多 大概十分之一而已啦 差不多 一半以上 就刚那首 不要对他说 对一半以上 够了 我愿意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就是上一次 眼泪啊 我味道眼泪啊 哦 眼泪啊 这首不该 男人不该让女人心碎 男人不该让女人心碎 这个也 流泪啦 流泪心碎 是吗 来 带来一首 现场 自弹自唱 好 你写的歌 我写的歌 让观众朋友知道一下 为什么他写这么多歌 只能卖一首 嘿嘿嘿 不要再笑他了 他会不会很好吃 你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 今天是要找出问题就对 对对对对 让人移位是吧 真协定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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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过了今晚 再也留不住你 是早要吸取 我脸颊上的唇印 你和我约定 到了明天 谁都不许再提起 你轻轻的留给我 这深深的回忆 天眼蜜语 事早都会说起 再多真心 再多真心 挡不住黎明埋令 这段属于黑的爱情 注定要蒸发 我观点 爱上的不敢爱的人 别伤心都会来不及 两个世界的代表作品就是你 我虽然很勇气 但却放不下自重心 始终一滴答答一滴答答 我还盲目地拥抱你 希望把这一刻的世界 永远刷在海里 我写了一首就是有一个古装剧 是是叫杨家将 我就写了一首歌 欸老师你听听看那个副歌 好杨家将 杨家将是不是 灰马一枪英雄雷滴 枪发再尊也滴不过人心 杨家将军风起不息 真真身负绝不再用病 好 这要卖给这个 然后 然后副歌吐完以后 我一直在等献哥的评语 你的评语是 他说 克帆 你写这个歌 干我屁事 为什么不写一些沙茶匠 因为我不要带成这个 沙茶匠 天哪 侯贝城听到黄国伦的歌 竟然听到响兔啊 因为这首歌 大麻烦 大麻烦 可是刚才这首歌 我觉得蛮好听的 两个世界 我觉得我想买 刚才那首歌 我是说杨家将 是杨家将的沙茶匠 没有啦 就刚才那首情歌 我觉得好听 两个世界 这首歌为什么没卖得出去 这首歌 刚写好 刚写好是不是 我觉得唱片公司会买 我跟你讲 真的真的 这个歌浓度是够的 两个世界 不然你们要问女生的感觉 你怎么 怎么会去问李炳辉说 那一部电影好不好看啊 不过你写歌的灵感从哪里来 因为今天突然来 要讲创作跟客帆 我是觉得说要鼓励新人 对 我也是以这个心态 我觉得说你其实还不错 但有能卖一首 就应该偷笑 你 人家失恋 然后又来这里 你这样 会不会上网我们这个 然后就开了窗户就往外跳 是地下四楼吗 是地下四楼 开的窗户我会 是垃圾场 我觉得写歌有很多种灵感嘛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生活的历练 生活历练 就是说失恋写歌比较多 你如果恋爱很幸福是写不出歌 你知道有一个叫做Kurban 他主唱他为什么会自杀 因为他说他以前很苦 所以他写了很多歌 有一天他拥有全世界的名声 金钱什么都不缺 突然他告诉我自己说 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为何而战 这样 所以你知道失恋是好的 对 你要走出来 对 我讲这段是要鼓励你 就是说你这是人生中最好写歌的时候 对 像我就很久没有写歌 对 每天 太幸福了 舒服嘛 然后就睡着了 幸福啦 幸福 因为我最近的生活变得那么痛苦 但是我觉得说写歌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去观察别人 你唱完了这一首创作曲子 我们再聊一下 他跟寇乃鑫小姐 其实我们当时是不是很看好 你们两位 狗言残喘 拖到这边 你们算不容易 狗言残喘 对 我们是好朋友 所以 那接下来我要唱的是什么 没有春天的爱 没有爱的春天 什么叫没有春天的爱呢 没有春天 明明是没有爱的春天 怎么会变成没有春天的 我不想唱 没有爱的春天 没有爱的春天 其实这首歌是送给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初恋 你有初恋吗 还好 当时我不懂 然后那个阿姨就 一声我就过去了 我这首歌曾经放出来在录音室 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坎坷 这首歌本来已经卖给唱片公司 最后一波三折 他们又不要这首 你还好吧 你先出去一下交给我 我交给你 你看听你们讲这些啊 他想吐 然后呢 我现在找到了吗 对 没有春天 是初恋 初恋是初恋 然后这首歌 我只是在录音室放 你要来的几个好事 他想出的一个 不是他开的吧 不 上面要不怕开吧 先唱歌 这个很生气 来来来来 没有爱的春天 我们唱完 你要先准备一下 OK carpet 电影 搭转啦 来年的春天提早到 identified 空气中的温度刚好 四月阳光尽头我的发烧 你脸红下云桃 爱情将我们围绕 这一天的春天太早到 成一丝丝绵绵好苦恼 看着照片我们只能用一眼 就分开成来源 好想回到你的怀抱 是你苦恼是我不好 还是我们未曾真心拥抱 失去过才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是我任性是你计较 还是老天嫉妒我们还好 为什么是这样 没有爱的春天多寂寥 没有爱的春天多寂寥 如果是amour 对有ир jang ENE 我忘�了 十年 与 tabii 我爱的春天 Т 哦 estoy 保管你 保管我 我爱的春天很多 issy君 就想到那個You Got Mail 那個梅格萊恩他生病 然後Tom Hank跟他說的一句話 那句話他是說 哎呀你要敢感冒趕快好起來 如果你錯過了紐約的春天 那這樣會是多麼可惜的事 厲害厲害 先改一下那個 沒有愛的春天 是不是他寫的那個 那個歌已經是最不得了 我願意 你甚至可以把它改一下對不對 我可以把前面 把跟我起的一首 真的還假的 誰結合一起看 你要毀了我的歌 誰誰 如果沒有唱好 可以再來一次 我會啦 克白的聲音好好聽 我好喜歡你的聲音 你有沒有愛過我 哎呦 你有沒有愛過我 我愛包裡 卻還給我問候 我的傷心你永遠帶不走 你說你還在乎我 為何你這麼說卻不回頭 回頭 你帶走我們的回憶 去和別人生活 卻說你永遠不會 難過 我願意為你 被放出天際 只要你清醒 那愛與我彙依 我什麼都願意 還有你 我什麼都願意 為你 你 哇 这么不顺的东西怎么会能接在一起 你知道你刚才接有两个字 硬接 那么硬啊 你有没有爱过我啊 我愿意啊 你从那一句 接过去接进来 我 我愿意为 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 为你 飞放去天际 OK OK 好 以后不要做这种事 方克班到底哪里来的勇气 敢脆改黄国人大师的歌呀 我说这句话一点都不过分 除了写过 写过黄国人之外 就连耍冷的冷笑话 都讲不清黄国卵呀 不信的话 我们就为你们举办一场冷笑话大赛 让熟读冷笑话的献哥 为你们做个评断呗 献哥 王牌 大马兄 第一届王牌杯 冷笑话大赛 谁先 我先 你先 有一个精神病院 为了防止病患呢 这个跑掉 所以盖了一百个围墙 但是精神 听过了 这个听过了 听过了 诶 诶 有一天 有一天我有听过 为什么企鹅的肚子是白白的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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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 真的 他手太短只能洗到这里 诶 诶 为什么 你到加油站 加油 最怕碰到什么性格的人 听过 听过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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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都很低了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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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没有准备就不要讲了这么多啊 你不能讲听过啊 不会 我不是那种人啊 就算听过也不要讲好不好 有一个人 没听过 不要吵了 我要讲啊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他非常喜欢直升机 他也很有钱 他就买了一台直升机 然后他就跟教练练了半年 就是开直升机 没听过吧 没有没有没有 没听过 对自己要有自信真的没听过 然后他有一天经过半年以后 他就说教练我自己飞上去 我可以开了 对 但是他飞到很高的时候 就掉到地上 飞机全毁 可是他人安然无恙走出来 他教练说 哇 你是发现什么事 为什么你会掉下来呢 我不是教你要怎么弄呢 他说教练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在三百英尺的时候 我觉得一切都非常好 我就非常顺利啊 我就 还是飞上去 然后到了六百英尺 也是没有问题啊 要停吗 停 他说到了六百英尺的时候 他说一切也是都OK 可是我到了一千英尺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空气好冷啊 然后我就把头上的电风扇关掉了 我讲完你没笑啊 蛤 哈哈哈哈 我想说我一天要讲八十几个拿插着一个 好吧 让我讲最后一讲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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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能笑话之罪 是罪 笑话之网 最极端的 好 我讲快一点 因为我不想占领大家的时间 列宁在攻占波兰以后 列宁 列宁就是俄国的共产党的领袖 国父 列宁他攻占波兰以后 克林姆林宫他的下属就想帮他立杯 就说歌颂他 然后反正歌功颂德 然后他们就找来俄国最伟大的画家 那个画家就说你帮我们领袖画一张叫列宁在波兰 结果这个画家他非常痛恨共产主义 他说我不画 你们白不见 哇 结果他说不画我都毕了 笑一个 对 然后他说我画 画 然后画了 他说第二个条件 你不管我画什么 但是我会画出领袖列宁在波兰的音子里 经过半年以后这个画送来 克林姆林 这个红布盖子拉开的时候 送手向那些所有的大臣脸都绿掉 接住 对 因为在那个画上有一个非常 就是一个男生长得很丑 然后抱着一个很胖的女人在克林姆林宫前面 Oh my god 他说这个男人是谁 他说你知道这个就是托洛斯基列宁的政敌 列宁的敌人 哦 他专门反对列宁反对打 哦 那这个女的呢 列宁的老婆 对吧 那列宁呢 宅婆兰 人学不知道太多一点 不是因为那个画里面没有列宁了 哦 列宁了 哦 因为那个画里面只有那个郑迪跟他老婆 他没有列宁了 列宁了 因为列宁才对 好笑的 这个是 如果大家还不了解的话 小笑话 全集第四十八页 第二个就是这一个啦 痴心爱你的 来来王老师先唱痴心爱你的 好来 谢谢 是心爱你 是我一生无法超越的宿命 是我生命中最顽固的决定 我一放弃我最虚伪的恋决 我一放弃我最虚伪的恋决 只心爱你 我愿付出一切交换你真心 我愿守候在你身旁不管风雨 无论世界改变沧海与丧天 永远为你输掉这世界 胜过独自拥有这一切 没有你生命像草一般枯萎 余生错过无法再回头 洪流遗憾已白头 我不想再容易蹉跎 结果走到世界的尽头 想看生命朝前又朝落 刹那永远一世永远 我留你我一生不复合酒 甜蜜感动在心头又让我 只寻爱你 哇 哎呦 真的好听耶老师啊 他那个声音到了他高音的临界点 还有爆裂物啊 我告诉你啊 不见得啊 你能够把声音啊 整个唱到非常pitch很准 这不重要 大的重点是你那个诚意 你那个诚意 你要让观众感受你的歌 那个热力 啊 我觉得 那个 憲哥你这一段肯定 是吗 比得葛兰美奖还来得重要 我很快就得葛屁奖 我只是人在于联想 是搞不出一条东西 我的partner听你们两个唱歌 吐到半死了 现在还到医院去救折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人是不容 我们两个杀了吗 等一下 我们到底是谁容他呢 是哪一段他开始吐 那你们两个一进来 他最想吐 没有吧 是我刚回头对他笑了一下吗 我的妈呀 不过这个有配成 没事啦 没事 他可能吃坏肚子啦 你看 最近很流行那个感冒引起的那个 感冒就是为肠胃 然后都会不太舒服 好不好 不过今天你们两位来啊 算是给我们这个 黄老师 刚那个歌是不是 就是大能的爱 有点写给上帝 刚才这首歌其实 诶 你对了 这首歌其实对象当初是写给主的 可是我觉得 也可以把它当作一般流行音乐来讲 是是是 那这首歌其实当年是 钟正他阿滴的时代 嗯 很久不见阿滴 对啊 这个是 他就唱了我这首歌以后 从此就破产了 哈哈哈 这 这 你这个歌有巨大的能量 有没有 唱到人家破产 唱到破产 哦 其实我现在头有点晕 我只是硬撑住 我我会不会唱这首歌唱到他退出演艺圈 还真的六月三十 你不要退出了 好啦好啦谢谢啊那我就 这个我们祝福你 对啊对啊好不好 安心上路吧 往留一下我们的棒子就由你们来接 真的吗哎呀还有什么问题 好朋友我们要度量更大 可是我最近很忙耶 对啊 对啊 那你那个什么大间谍那个起草外套 喂 对不对 不错啦 哎等一下等一下 人过来这边台子也不用改了 你真的要退出 你真的要退休啊 我看到报纸上我吓一跳 这有什么好吓不吓一跳 然后你不是说你会留一个节目吗 那我的朋友就说既然要退出 为什么还要留一个节目 你能可以让他这样赶进杀局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不了解 我觉得他不应该退休了 不不不 我我我 哎你不要退啦 没没没没 这这一段要好好聊一下 你跟扣乃兴的事 哈哈哈哈 我好想吐 对不对 你骂了吗 聊到那个女的你想吐啊 可以可以可以 哇 哎小扣子啊 因为献哥啊 他都他太犀利 我们没有办法招加 我讲扣乃兴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 嗯 是一个很好女生啊 而且她很热情 她是她是对人生充满了pation 我印象中跟他有一次在台式的那个餐厅 对 然后就在那边 然后他啊 憲哥啊怎么样 最近啊被被某一些记者啊或干嘛 嗯 欺负他嘛 是啊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知道 我就一直站在他的角度 我说没有关系 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对不对 现在你有这么好的一个男朋友 嗯 他站在你背后支撑着你 这个世界一切就是圆满 扣乃兴还谢绝了50万的大礼 却向黄国伦老师邀歌 当作礼物 哇 有这件事情吗 这个是 我听完 我看完这一段了 我觉得你这么称赞男星 我 我要跟你道歉 因为刚才那个朋友就是 那些 哇 什么都能应该对这 为什么还要留一个电话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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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人有一半 你会太逸赢过 我本身的影响力还是在的 你是中导人 好啦 开玩笑 刚刚谢谢你 在我后面演出这一段爱粉之类 别哭 感情受伤的张哥 白恩提现 鲜哥的一心话火然开朗 你会利用这些 鲜哥你千万不能退 不不不不 这个不用聊 你不要退休 真的不要退休 没关系 这个我们日后再说 谢绝50万的大 因为是这样 秦渊姐那一天 因为现在奶昕是我活 是 我怎么会变成 现在奶昕是我活动经纪人 然后他就帮我接活动 因为我以前没有经纪人 那他接了以后 其实他能力很好 他也帮我推了很多 我很谢谢他 然后秦渊姐那一天 他帮我接了四个活动 哇 那四个活动我就说 我说这一天比较特别 我说你是我经纪人 你那么辛苦 我应该送你一个礼物 不然这样 我今天所有的酬劳 我这四个活动的 从鸿给你 就归给经纪人 四个才50万啊 同见识吗 鲜哥 你不要拿你的行情来 你干的也算是苦力活啊 我到每一个节目 他们都说这50万很多 只有你说才50万 然后你要把这个钱给他 他不要 他说不要 他说你好好的做一张专辑出来 他宁愿换你一次 真心真意的为他写歌 不是不是 这个我必须说清楚 他是希望我出唱片 因为他觉得赚了更多 50万算什么嘛 哦 所以他希望你 那你有帮他完成这个歌吗 没有我是觉得说我必须要开始写 嗯嗯嗯嗯 这样子 因为他push我要去做这张专辑 因为就这样 有人push你要写歌 你就必须要开始写 可是我遇到的 有钱都收的 哎呀 对呀 他收钱工作 完成一首歌是 因为他不想收小钱 他觉得50万 我的状况比较不一样 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钱 不要我写歌给我 你那个 拜托 今天真是一个强烈对比 对呀 一位是因为经济 好不好 一位两个人是互相相爱这么深刻 对不对 我在这里要祝福你们 好 不过我在这里也希望 你赶快走出来 好不好 好 就来唱一首你的歌叫做 背叛 喂喂 其实我刚刚 就刚好是背叛 哦 你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他背叛你 你不是不是 你背叛他 应该是我背叛吧 我没有哭啊 我没有哭啊 但你的心在堂学啊 对啊 是心在哭泣 我没有哭啊 我没有 没有 我没有 你就利用这一次啊 跟陪陪的分手啊 然后也达到你的减重计划 好 那么顺便你瘦下来 对 好啊 人生何处无芳草呢 何必单恋一枝花 该过去了就让他过去 哇 确实是对 如果 如果更多的憎恨 并不能免去你的痛 你何不选择宽恕 提起他 你是不是会主持点灯节目 维吉尼亚那个校园枪击命案 有没有 有 有38个人受害 有 但是那个纪念碑上面 是 是写着39个人 为什么 连枪手 也在那个碑文里面 嗯 这里有39个人 他们遇害 你要知道心里的遇害 因为他去开枪 他也是因为心里 受了一些创伤 所以家属竟然同意把他名字 就是跟他们受害的子女摆在一起 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 哇 这么宽容啊 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么清楚的内容 只是要告诉你一句话 是 是 我跟陪陪现在在一起 提起他 面对他 哦 处理他 放下他 对 遇掉他 干掉他 处理他 埋掉他 来来来 背叛背叛 张克凡 精彩的歌曲 来 你 不停落下来 花 怎么都不开 尽管我细心灌溉 你说不爱就不爱 我一个人 心伤悲哀 爱 只剩下无奈 我 一直不愿再去猜 钢琴上黑剑指尖 永远都夹着空白 缺了一块 就不精彩 静静想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 爱太深 会让人疯狂的勇敢 我用美太自己 完成你的期盼 把手放开 不问一句 say goodbye 当作最后一次的爱 冷冷心静淡淡 今后都不管 只要你能愉快 只要你能愉快 只要你能愉快